确定了 宝马汽车正式宣布与中国长城合作 共同开发电动款迷你微型汽车 日前双方共同签署了关于开发电动汽车的合同意向书 此举引起了众多车企的关注 随着国家对于汽车制造商双积分政策的实施 许多国外品牌争相与我国品牌合作 这不但对于我国的汽车行业有莫大的帮助 更是对我国汽车消费市场的肯定 虽然宝马汽车早已与华城联手发展 并且双方互惠互利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但是也许这并不能满足宝马的野心 或者说还不能够满足我国对宝马汽车的需求 此前宝马也开发了几款新能源汽车 比如宝马i3 i8弹车型 但是这汽车的销售量并不怎么好 对于积分政策而言微乎其微 远远不能满足宝马燃油汽车的需求 宝马与长城的合作可以使宝马获得更多的积分 当然长城也可以借助宝马的品牌优势 打开市场赚取更多的销量 这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 双方各取所需谁也不吃亏 对于长城汽车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它的SUV车型稳坐中国销量的榜首 但是它的轿车类型并不突出 甚至效益连年亏空 长城不得不服SUV的效益去弥补轿车的不足 希望这次的联手能够给长城带来更多的帮助 让我们的汽车制造技术更上一个台阶 让国产汽车得到全世界的认可